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AI技术它在底层深刻的变革着非常多的行业 包括我们的传媒 游戏 教育等等等等 那除了这个类GBT的应用最近非常火热之外 其实在交通 这样一个基于AI技术的一个强感知和强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其实它也是在交通领域变革的一个核心技术 那对于自动驾驶而言 它横跨着汽车 交通和通信 那它是整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方向里头 是AI技术的模型和技术涌现最为频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它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AI技术应用的最大的场景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蘑菇车联 在AI技术的持续投入和积累里头 我们也做到了一些小小的成绩 这个是在衡阳 也就是这个我们五月之一的衡三所在的这个城市 我们当前已经可以在衡阳市的城市主干道 去实现包括了自动驾驶的网约车 自动驾驶的公交 然后我们的警务巡逻车 自动驾驶的青草车等等 一系列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常态化的商务运营 在所有的这个城市主干道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 左侧是我们的整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演示 而右侧是真实的 无人化的当前在城市主干道去行驶的车辆的实时的视频 大家往往概念里头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项目 或者是在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区域里头的固定路线的演示性的项目 或者是一个带有一个科研性质比较浓厚的一个非营运性的项目 但是蘑菇车联我们从最开始 从衡阳这个项目开始 我们就是奔着大规模的落地去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市主干道里头 其实路况非常非常的复杂 它是一个中国的算是这个三四线的低线城市 然后车流非常的密集 然后城市的路网也并不是非常的规整 那它来往的这个行人和车辆 在一个狭窄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需要有非常强的实时的感知和通信的能力 才能确保车辆可以实时能够提醒到这个车辆所有的驾驶动作 从而去规避所有可能性的动态和静态的这个障碍物 从而保证私程的安全来实现大规模的强烈化运营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两侧的这个画面是完全同步的 因为这也是我们在实时的这个运营中去截取出来的所有的这个实时的画面 它可以实时的感知到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的包括道路外侧的所有的这个物体 然后能够去实现对于这个物体的智能的判断 融合计算从而实现高效的避障 那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那从demo到产品 那从演示到大规模的落地 魔物车联做对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三个主要的关键词 私程的安全 业务的效率和部署的成本 就大家经过我们粗略的估算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个非常完善的自动驾驶 我们需要达到跟人的自动驾驶的能力一致的话 它需要到全场景 全地域 全天时的 万公里级别以上的单次的持续的自动驾驶 但现在其实行业最优的数百公里的自动驾驶 它仍然不足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私程安全的标准 第二就是我们的业务效率 我们有非常多的自动驾驶的公司 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体最优的策略 再去迭代自己的策略 而个体最优就一定意味着非全局最优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在一个繁忙的路口 那如果我们所有需要左转的车辆 直行的车辆 变道的车辆 它全部都要去争夺这个路权 那这一定会导致大家都拥挤在一起 从而使得反而实现了交通的大拥堵 第三 部署成本大家非常好理解 单车的成本居高不下 即使我们能解决单车的成本 持续的高精地图的建设 数据的更新 它仍然是一个难以为继的事情 所以即使像Vimo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领先的公司 它也觉得在大规模的商业下部署 从单车制动的方向可能是不现实的 那我们怎么去做好这些事情呢 我们可以先看 我们有没有一些可借鉴的案例 其实自动驾驶 在整个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它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飞机其实早就实现了自动驾驶 然后我们很多的轮船 高铁 在绝大部分时候也都是自动驾驶 那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它通过一个广义的系统方案 它需要通过路测去布设塔台 卫星 然后通过一些铁轨上的应答器的一些布设和协同 以及路测基站的一些信息调度 从而实现了整体性的自动驾驶 也就是说它一定是需要一些路测的辅助单元的相应的协助 从而保证了安全冗余 以及保证了它所有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那我们可以看到车路云一体化 就是所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理念和已经成型的技术 在汽车领域或者在汽车交通领域的真实的落地和逻辑实现 它需要保证我们的信息的全面性 我们可以做到全量的感知 保证我们所有处理的及时性 由于我们有一个超视距的视角 我们可以看到更远的信息 然后提前车辆做好相应的应对的准备 我们需要可以保证我们的全局决策 由于我们具备了路测所有的交通参与物的运动信息 预测了它所有的可能性的动作 我们可以更好的做出整体的协同性的控制 以及车流的疏导的动作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车路云一体化的这个方向 去实现的自动驾驶真正能够大规模落地的核心的解决方案 那在车路云一体化上 其实中国政府对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方向 它实际上是非常的坚决 并且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的这个领先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管是从 它的整个数字中国的整体的发展规划 十四五的规划 然后相关的一些工信部 各种政府的关键部门的一些规划中都提到了 我们必须要实现车路云一体化的大力的协同发展 其次在商业上 我们不仅是技术和产品和应用 也取得了其实大规模大踏步的领先 我们有非常多的场景 已经开始实现了L2级别的高渗透 矿山 港口 以及刚才我们讲到了所有城市开放道路 景区 园区等等等等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智能网联的车路协同 和车路云一体化的这个智能测试的道路里程 已经达到了1500万公里以上 这在全世界里头都是一个非常领先的数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车路云一体化这个概念需要落地 它肯定不是一个空中楼阁 我们需要有一些非常标准化的产品 帮助这个概念将其落下来 带入到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之中 那这个产品它有一些必要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需要它模块化 需要它快速复制 意味着它必须是一个标准化 可量产的低成本的一个产品 也意味着它必须要赋能所有的L0及L4的车辆 因为L4的自动驾驶车辆 在我们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太少了 我们必须能够要把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价值 能够赋能给我们所有的 在路上能够百分之百去跑的车辆 其次它要能在城市开放道路 能在高速公路 在景区 在园区等等 所有的道路工况条件下 都能去正常地运行 然后它能保证我们的整个智能化 无人化 最后它真实地 切实地能够去提升 我们的安全和效率 是所有这些产品 所具备的必然条件 那蘑菇车连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其实我们已经在相关的 车和路和云的产品矩阵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 比较完善的产品的闭环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在路测 我们有自己的AI的数字道路基站 它可以精准地识别 整个道路上的 关键的动态交通信息 并且将其低时延地传递给 有需要的车辆 这里头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 它可以为所有的L0到L4级别的车辆去赋能 也就意味着说 它可以为路上正在奔跑着的 百分之百的车辆 去实现关键信息的赋予 那其实也就无形中解决了 我们刚才讲的商业化闭环的难题 它不再是为少数的 可能屈指可数的 一到两辆的L4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 去提供价值 而是为我们道路上正在跑着的 数千万辆车辆 去提供所有的实际的商业价值 再者就是我们整个摩古车连的 在技术方向上的持续的领先的产品 也就是我们全系列的自动驾驶的车辆 包括了我们的Robotaxi Robot Bus 然后我们的清扫车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接驳车 以及包括了我们各种各样的 功能性的小型车辆 包括一定的低速的和中高速的车辆 机场的驳车等等等等 OK 在所有的这个车辆上 我们也然去保持了非常好的 单车智能的技术领先 再者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 自动驾驶的能力 进行一个高度的抽象 然后将其集成到 我们所有的称之为叫 蘑菇汽车大脑的一款产品里头 它集成了我们的自动驾驶的ADCU 集成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定位的RTK 然后车路协同的单元 OBU等等等等 多余的一个中央化的 处理的单元的产品 原则上来说 这款产品只要部署到任何具备 线控底盘的车辆上 进行简单的改装 我们就能够使所有的车辆都能实现 L4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能力 当然由于我们在进行常态化的运营 那所有的这个进行远程云调度的 云平台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这包括了我们去进行所有的远程 车辆调度下发所有业务任务的 云控平台 包含了要与政府去做交通决策的 平台的交通大脑 以及我们去收集所有的属地的相关的 这个地理信息的数字底座 并且进行数字孪生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以及我们自动驾驶的汽车 所必须的高精力图 以及我们要去进行远程的 一人控制多车的 少人化控制的 无人驾舱的产品 我们都具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 一个产品矩阵 并且都已经实际的 投入到项目中去落地使用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车 路云的产品全部落地之后 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样的一个视频 同样也是在我们的衡扬 刚才已经讲到了 在我们衡扬大规模落地的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可以看它实际上是怎么样去运转的 在这里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就基于大家常规可以看到的 这个智能的车辆不同 我们的工人师傅呢 把所有的单车的智能传感器 全部用一个密不透风的遮罩 给它遮盖上了 那这意味着是说 可能我们的车辆就失去了 它的眼睛和鼻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就失去了单车智能的 这个感知能力 它变成了一个常规的车辆 但是由于我们在路侧 已经部署了大量的 车路协同的基站 即使在失去了 单车感知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车辆仍然可以借助 我们道路上已经部署了 这么多双的眼睛 去实现我们比较常态化的 我们称之为叫自动驾驶的 这样的一个运营 这无形中其实也解决了 刚才我们讲到了 多重安全冗余的问题 单车智能的方向 和路侧的协同的方向 其实它是两套 相互不合合的 独立运转的系统 无论是任何一方 不管是车还是路 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瑕疵 或者问题 或者一些小的bug 另外一套系统仍然可以保证 我们的车辆可以持续的运营 在这个道路上 并且不会产生 任何的私程安全问题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了这个路上的 这么多双眼睛之后 我们所能看到的 这个道路的区域 也就远比单车智能 这个区域和半径 要广泛的非常非常多 这样的话允许我们去做出 很多提前的预测 和车辆的提前的动作 然后确保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的 运行的效率更高 协同共治感更好 以及它安全隐患 也就更少 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车辆 在这个部署上 都会遵循这样的逻辑 从而使得 我们所有的这套逻辑呢 其实非常快的 就在中国 打动了各个的地方政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已经在 开工建设的项目 或者是已经建设完毕的项目 还不包括我们 所有已经签约的项目 我们所有在去年 整个签约总额 就达到了110亿元的人民币 是真正能够 大规模去进行 商业化落地的 自动驾驶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包含了 从像北京通州 这样的一个 中国首都的城市副中心 这样的一个 非常繁忙的 城市道路的情况 到左下角的云南大理 我们在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到尔海 尔海的这个 环尔海的 在这个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之间的运转的 也是我们蘑菇的 自动驾驶的车辆 以及包括像 刚才讲到的湖南衡阳 这样一个城市的主干道 繁忙的 这样的一个 城市道路工况之中 在各种各样的城市里头 其实现在都在开始 跑着模糊车联的 车路云一体化的 标准的产品 然后呢 进行了常态化的 商业化的运营 我们当前已经具备了 全球最大规模的 这个车路协同的 路段的部署 有大概超过 一万套以上的 刚才讲到的 车路协同基金的产品 部署在超过 1500公里以上的 车路协同的智能路段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所有的 这个项目的实际的 在运营的一个截图 如果大家 我们的这个展厅 就在背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模糊车联的展厅 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欢迎大家 可以移步到 我们的展厅里头 去跟我们的同事 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和探讨 好 谢谢大家